这条花道不长 我却感觉自己 想走了二十多年 告别我今生的最爱 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 我周捧着陈志远 为我准备的白色玲蓝花 是他期望我坚强面对余生的主意 是他期望我坚强面对余生的主意 这每一步 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 再见了 身后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但希望你的未来 一切安好 怎么回事 这这下来的边缘 你不敢inner啊 我连你 你不敢带并带回来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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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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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命运的指引 让这一对有情人 在这茫茫人海中 相遇相知 今天我们欢聚于此 就是为了共同见证 他们正式地进入 彼此的人生 在此之前 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 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 比如 为什么以蜗牛 作为婚礼的主题呢 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啊 这是我太太 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那年圣诞节 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 她要回礼 却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 她挂在包上的挂坠 那个挂坠就是蜗牛 那个挂坠 我一直保存着 她对我来说 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 我的太太 就像一只卧鸟 在外人面前 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 保护着自己 和她爱的人 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 是难以接近的 但如果你真的走进 她的生活 走进她的心里 你会发现她拥有一颗 非常柔软的内心 我希望我可以永远 保护她这份柔软 往后余生 因为有我 一直幸福下去 下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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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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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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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童 冰篮花的花语是 幸福再次来到 也是淑女之类的意思 送给你再何时不过了 希望你 和你爱的人 能够永远幸福下去 希望我们都能幸福 我刚才真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沈侯要大闹婚礼 你说小晨也真是的 干吗还要叫沈侯来啊 她也不怕程总不高兴 小晨根本就不会邀请沈侯好吗 那不是小晨叫来的 那她怎么知道小晨结婚的事啊 你也不看看沈侯旁边坐的是谁 我的天哪 这哪是婚礼啊 这根本就是修罗厂啊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发信息通知她了 怎么了 你发的 那天问小晨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 你也在啊 刘新辉 你太聪明了 我 聪明吗 等一下 头发也乱了 不过去吗 不过去吗 你静静一点 她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 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 别说了 好 你不说 我听你说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胡来的话 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 就此作非 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爱她呀 是